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刚刚我们了解到老祖宗的智慧 才能承传璀璨的文化资产 我们带着一份感恩之心来学习中国文化 效果会差很多 会从一个考试 国文考倒数第二名的 变成可以出来弘扬中国文化 我到海口去弘扬 确确实实是赶鸭子上架 都没有做预备的 我这么差的基础 都能够提升起来 相信 诸位朋友 更有能力 可以把中国文化学好 而你们的下一代 将有更好的基础 延续文化的复兴 带着感恩 直接了当的学习 从圣贤的存心来学 我们 在佛家 我们读无量寿经 跟谁学 跟阿弥陀佛 那你用阿弥陀佛的心 会赶来什么境界 有因有果啊 用阿弥陀佛的存心 改来什么境界 怎么这么小神 性为道源 功德母啊 信心是关键所在 用阿弥陀佛的存心 可以造西方极乐世界 用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举能 讲信修目 故人不得不睹亲其亲 不睹子其子 不是只有 爱护自己的亲人 不是只有 关怀自己的子孙 而是能够 推及其人 这个因果的道理 人不明白 当你处处照顾 别人的孩子 你的孩子 就有很多人照顾 当你自私自利 只看到自己的家人而已 到时候真正遇到人生的困困 你会举目无亲 没有人愿意帮你了 这是真理 爱人者 人恒爱 敬人者 人恒敬 弃人者 人恒弃之 我们要照大同世界 照极乐世界 就要从真因上着手 直接学圣贤存心 早上我们念了一句话 我们写下来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 以其存心也 忍者爱人 游离者 忍者 忍者以人存心 以理存心 忍者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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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离者 敬人 爱人 这句话大家最熟悉 爱人 爱人 忍者 忍恒爱之 敬人 忍恒敬之 我们现在来看看孟子的教诲 会觉得 会觉得他老人家 苦口婆心 道理都给你讲的那么透彻 深怕我们不做 点出来 君子跟一般人 最大的差别 在他的存心 君子 君子 以人存心 以理存心 实时 爱护别人 尊敬别人 表现 内在的心 心形一如 沉于中 行于外 表现出来就是爱人 敬人 而实时爱人 敬人 所感得的 依报 是什么 所谓 依报 随着 正报 转 你所有的人事物质 环境 都跟你的心性 是相应的 你爱人 人爱之 你敬人 人敬之 当我们处在 爱人敬人 的世界里 就如同在 大同世界一般 而人爱 人爱的心 公谦的心 必须透过 有人表演出来 进而去唤醒他 我们学习中国文化 要定位 学为人师 行为 示范 我们的言行举止 成为别人的 真上源 成为别人对 中国文化 信心的来源 要有这样的态度 在我们所有课程当中 举的古今中外的例子 我们要深刻去体会 圣贤人的那一份心 你就可以 弃入 那个境界 善解人意 也要善解 所有圣贤的 存心 有一本书叫 《隔岩别录》 这位朋友有没有看过 有 这一本是 红衣大师 针对隔岩连壁 隔岩连壁很厚一本书 红衣大师把最精髓的部分抽出来 红衣大师 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今天已经引了一些隔岩别录的句子了 比方 气责多 这就是隔岩连壁的句子 相当 有人身的智慧 这个要好好看 我们体会到这些圣责人的存心 这些教诲 你很容易就领纳于心 相同 我们看到 每一句牢上的教诲 各位朋友可以到楼下去看看 那都是最精髓的 都是积累了几十年 所流露出来的 经验智慧 不能等闲看之 要随稳入观 直下去领受 去承担 把这些教诲 变成我们的生活 那你的 学问进展 就特别快 这个叫善学 你身稀有心 你就会恭敬 一分恭敬 得一分利益 十分恭敬 就得十分利益 这个君子九师 孔老夫子说的 孔老夫子是几十年的经验 流露出来的智慧 要好好珍惜 我们有这样的存心 慢慢的就能感得 好的世界 好的人事环境 让我们迈向大同 迈向西方极乐世界 人总要有目标 有志向 接着 如何一步一步走过去 中庸提到 登高必自卑 行远必自耳 一定从自己开始做起 那提升自己的修养 可以用君子九师 提升自己的修养 也可以想到 你走进佛门 第一尊看到的菩萨 哪一尊菩萨 弥勒菩萨 就给你很大的启示 确确实实 人真的好学 真是 头头是道 左右可以逢源 因为你有一份好学的心 天地万物 都可能 成就你的智慧 各位朋友 有没有第一次到佛门来 有没有 有 虽然几位朋友没有举手 但是我看到他们 本来要举手看都没有人 很可爱 有新来的朋友 我们要把佛门的宝藏 好好 给人家讲清楚 不能让他入宝山 怎么样 空手而回 我们看到西方三圣 中间是阿弥陀佛 左边是观世音菩萨 右边是大四肢菩萨 三尊圣 三尊圣者 流露了人生的 什么智慧 佛门是处处 即是智慧 阿弥陀佛 所有的佛陀 表的是一个人的信德 表的是那颗摩尼宝珠本有的德能 阿是无的意思 弥陀翻作量的意思 数量的量 阿弥陀叫无量 佛呢 是觉悟的意思 所以阿弥陀佛就是无量的觉悟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德能 是阿弥陀佛 那阿弥陀佛有无量的智慧德能 而每尊佛表的都是人本有的信德 本性 所以谁也是阿弥陀佛 我们自己也是阿弥陀佛 问题是 现在这一份自信起不了大作用 必须靠什么 必须靠修行 把这些黏土去掉 把这些乌云 拨开 就能拨云 见日 各位朋友 当阴天的时候 太阳在不在 在啊 只是被乌云遮住 我们的阿弥陀佛的佛性都在 现在被什么遮住了 被自私之力 明文历 五欲六成 贪嗔痴慢 被八风遮住了 不得受用 佛们有一句话 修得有功 信德方显 今天我们修行 有能力的 有功夫的 把这些乌云去除掉 波云就见日 自信的德能 透露出了几分 修得有功 信德方显 我们看到底下 有一尊释迦摩尼佛 那佛的称号 都是人的信德 释迦表的是 清静极命 人要不染 不被污染 藏宝这颗 清静心 摩尼 是指仁慈的意思 所以释迦摩尼 指的是 清静 还要仁慈 而这两个 重要的信德 却是我们 现在世间人 最缺乏的 你看 我们现在人 有没有爱心 现在人 心里面 非常的烦躁 染污 染污了很多习性 清静的本性 都彰显不起来 释迦摩尼佛 来这里 当我们的老师 要我们 要我们回复清静 回复 慈悲心 你看 每一句佛的称谓 都在开我们的智慧 入了佛门 这个宝山 不可空手而回 两尊菩萨 表的是修行 修得 如何修行 观世音菩萨 表慈悲 大势至菩萨 表智慧 修行的路上 要悲至双运 只靠慈悲 没有智慧 很可能会 做出 慈悲多祸害 方便 出下流 你很仁慈 孩子错了 你也不骂他 也不训斥他 那这样便 姑息养千 这不是真的仁慈 爱之不以其道 你爱护他 不用理智去做 反足以害之言 反而把他害惨 就像我们 最常提的那句礼语 生丁丘走 生丁不好 这个宠孩子的父母 你问他 你爱不爱儿子 他怎么讲 爱啊 爱死了 有没有 真的 很多那个父母 还有当爷爷奶奶 爱孙子爱道 他要我的命 我也给他 连命都可以给他 但是你命给他没用 他一生最重要的是理智 是智慧 不用智慧 只用情感 会多祸害 方便 给他太多方便 他会出下流 会把父母折腾死 这样不行 要 慈悲加智慧 那现在市面上很多书 EQ重要 还是IQ重要 还是HQ重要 还是CQ重要 我在想两年以后 不知道会有多少Q 你在想两年之后 会有多少Q 你假如顺着这世间人的思维 你会被他搞得乱七八糟 什么叫IQ 智商 什么叫EQ 情商 请问IQ跟EQ怎么分 明明是一个东西 你给他分那么多 把人都搞糊涂了 你说 这个人比较理智 这个人比较慈悲 感情丰富的人叫慈悲 什么样的人叫理智 你不觉得我们都被搞糊涂了吗 是不是 这个男人比较理智 这个男人比较感性 感性的好 理智的好 卢叔叔 他几十年的社会经历 他从29岁就被聘为总经理 这个聘是指 企业出现危机 请他来化解 他是空降的元帅 一般空降的企业医生 都是带了两三个人 一起进来 有会计师 有什么师 一起来 卢叔叔是不带一兵一组 自己单枪匹马 进入一个企业体 好不好干啊 我们来看看 好不好 你要了解 现在这个社会 分党分派可严重 你到一个企业里面 他不知道有多少的 小团体在那里 看你的笑话 里面有真正的智慧 带不了他们的 卢叔叔那时候去带一个很大的餐厅 第一天 双手 这个衣袖捲起来 跑到厨房去 陪着他们聊天 一边聊一边洗碗 陪着他们干活 那些员工的眼神越来越不一样 所以这个新来的总经理 怎么洗碗洗得比我还要干净 还要快 这个动作一做 佩服 要用德能来服众 不是用你的这一个名 您这一个地位来压 不是的 是福人 心不然 而在这么复杂的企业环境之中 卢叔叔有一个坚持 他每一个礼拜天 一定留在家里陪他的妻子 儿女 一起吃饭 一起学习 好 这样的态度 是EQ高还是IQ高 哪一个高 不好选了吧 IQ高 你看哪一个高 你这些 明明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他可以写成一本书 然后你本来还有点清楚 读完以后又不清不楚 我们读过原文书的人都很有经验 真心生万法 真心又慈悲 又有智悲 真正的慈悲 一定是真智慧 真正的智慧 必然是慈悲 明明是两样东西 一样东西 你硬要把它拆开来 我们来看 他真的感情丰富 而没有理智 那不是真情 那叫忘情 那叫烂情 那不是真情 真正的情 是能处处为对方着想 那叫真 哎呦 我不能没有你 我没有你一天 我活不下来 那叫什么 那哪叫真情 那叫烂情 有一对夫妻 如骄士气 感情好得不得了 旁边的人看了说 只献鸳鸯 不献贤 以后这句话不要常讲 讲了推人家下三二道区 以前的人说 梁山伯宇注英台 哎呦 哭得死去活来 还有人看五遍 看十遍 真是阿弥陀佛 各位朋友 梁山伯宇注英台 教你什么 教你不忠 不孝 有没有 教哪一面 教的是执着 一个读书人 国家栽培他多久 为了一个女人 这些国家之恩到哪去了 上报 大恩不见了 父母恩去哪里 对啊 结果你看人这么爱看 因为跟习性相应 所以很多畅销书 你要小心啊 都是人看了之后觉得 哎呦跟我一样 我好像比较不像义类了 要冷静啊 要有理智 真正的爱 不是占有 不是一定要密在一起 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 是如何能够利益 他的人生 你可以不做他先生吧 你总可以做他的同参道友吧 你总可以把当生成就的法门交给他吧 他这一生能成就呢 那不是所有都圆满了 结果两个人都去 殉情了 去哪里了 两只蝴蝶飞起来 真爱吗 那叫控制 那叫占有 不如我要求的 他就失去理智了 这不叫真情 那一对夫妻 好得不得了 突然他的先生呢 意外死亡 他的太太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自杀了 为什么 两个人爱得死去后来 突然这个人不见了 他没有办法生活 受不了自杀 请问他先生爱他吗 爱的方法 错误 真正爱一个人 你是要 当我离开的时候 他还非常健康 自在的生活 那叫会爱他 对啊 卢叔叔这个叫真情 叫真爱 也是真正的智慧 悲根智 假如是饿了 就不是真智 也不是真情 是一个东西 真心里面 有慈悲 有智慧 真心里面 像这个叫CQ CQ叫 Creative 叫创作 创造力 上述 一个人的创造力 不是从真心出来 祸国殃民 有没有 你看那些电脑设计的 设计这么多杀戮的 游戏 游戏 有没有创造力 有 多少孩子的脑袋 都被他 侵害了 山东有一个大学生 常常打电玩 打到最后 神经有点错乱 走在路上觉得 每一个人都要杀他 进入虚拟实境了 他跟他的老师说 老师啊 每一个人都要杀我 怎么办 他老师看情况不妙 叫他父母赶快来接回去 父母还没到学校 他在学校旁边 一条巷子 持刀疯狂杀人 伤了七个人 死了两个 你看看 创造力 假如不是从 真心 从仁爱之心出来 这种创造力 很可怕 很可怕 你看 暴力色情的电影 污染了千千万万的 后代指数 那种创造力 你要吗 HQ 这个叫 Health 身体上述 健康上述 我是怕人家觉得我 跟不上流行 所以要背一些东西 你看 一个真正有智慧 懂得孝顺父母的人 请问他会不会残害他的身体 有智慧 有真心 这所有的这些Q 自然而然就会了 哪有那么复杂 还要特别开一个EQ的课 还给你拿一堆钱 真是冤枉 把地址归学好了 什么Q都来了 有没有 极有能物自私 凡是人皆虚爱 要用心帮助别人 你要帮助别人 脑子就会动了 创造力就来了 好 身有上宜轻忧 对饮时误减着 时事可误过着 这不是HQ 不然是什么 好 在这个时代 我们不先学好智慧 你真的会被搞得 一团模糊 所以生涯规划当中 第一要素 开智慧 因为 有了智慧 才能有正确的判断能力 才能下对人生的抉择 好 要长智慧 刚刚有一位朋友提到 这一部电影不错 还是有教一些正面 但是你要了解 很多的歌曲戏剧 会把人无始劫的 习气都怎么样 瞬间都唤醒 书位朋友 你看你听谁的情歌 听下去 都不得不哀伤 谁的情歌 看下去你们都不听情歌 让我肃然起敬 你去观察一下 现在很流行模仿歌星 我曾经看那个五岁的小女孩 在那里模仿歌星唱歌 五岁的孩子懂什么 你看他在唱情歌的时候 好像已经被什么 好像已经体会到那种 酸甜苦的 那种悲苦 唱着这样 还会抖 那要学吗 一个不好的缘 一首歌曲 把他无始劫的习气都唤醒 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磨不在外 心磨 习气 现在 这些艺术作品 你要纯真无染 他才得利益 不纯真无染 只要里面有杀到瘾 有贪嗔痴 他啥都没记得 就记这个 俗话说 教好啊 千日不足 学坏啊 一日有余 你看 孩子经典背了那么久 一句也吐不出来 突然今天看同学 骂一句脏话 他回来就会学了 有没有 学得可快了 要理解到这个真相 你才能够下对判断 帮孩子选择节目 要谨慎 要谨慎 好 有理智 而这个理智 必须透过修行 修德有功 信德方行 所以一个人要有智慧 必须要好学 好 那我们回到君子九师 把他讲完 色师温 脸上无称 共养俱 口里赞叹 出妙香 一个人修行不难 每天 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都可以积累功德 我们刚刚提到 叫布袋和尚 布袋和尚 好像曾经讲过一句 他说到 剃脱在脸上 随他自甘了 人家吐一口口水 在你的脸上 连叉都不去叉 让他自己干就好 因为 我也省力气 他也无烦恼 因为那个人给你吐一口 他是在给你挑衅 你假如当场 你是要怎么 那冤亲在主就 一拍集合 冲突就来了 假如他跟你挑衅 吐了一口水 口水在你脸上 你不去擦 甚至于还 谢谢你送我一口口水 他能不能再吐第二口 那吐不下去了 因为一个巴掌 拍不下 你一个德行 就把一个冤结 化掉 这种生活好不好 要不要过 我们可以把这个剃拓在脸上 再延伸到 一句恶劣的话 一句一个恶劣的举动 你都能够包容 不计较 唯有这样 才能 转冤为亲 转恶为善 因为 当本来跟你是死对头冤亲 你有这么高的德行 他会 很惊讶 他会打从心里怎么样 佩服你 假如你能把一个冤亲在主 转化成最好的朋友 你都会觉得这一生 没有白来 我有一位长辈 他很有才华 公司的主管 也很照顾他 很多同事看了就 嫉妒 其中有一个特别严重 常常在他背后 讲他的坏话 我这一位长辈 不只没有生气 他说到 假如一个人没有本事 人家要嫉妒你 还嫉妒不起来 有没有道理 有啊 所以被人家嫉妒是光荣的 那不就没事了吧 但是这一位长辈又说 他说一个嫉妒别人的人 他的内心一定很苦 很不安 很不平 所以他很可怜 我们要帮助他 不念就恶 不争恶人 有这样的行为 才是真正佛地址 真正帮佛菩萨脸上贴金 这才叫真正贴金 不是种形象 拿个金箔这样贴 要种实质 不种形式 我们的言语行为 都依循圣教而做 每一个人欢喜来学圣教 点燃了他心中的光明 那才叫真正的铁金 当这一位嫉妒他的同事 有一天遇到了困难 没有人帮他 我这一位长辈 主动去帮他解决这个困难 经过那一件事以后 他们两个变成好朋友 这一位同事对他是无话不谈 把他夫妻的困扰 很多的困窘 告诉他 我的长辈在点点滴滴 引导他 这样的人生很有意义 所以剃脱在脸上 随他自甘了 你看多潇洒 我也省力气 他也无烦恼 有一群人 问着布袋和尚 弥勒菩萨 怎么学佛啊 弥勒菩萨都带着一 布袋和尚都带了一个布袋嘛 人家问他怎么学佛 布袋和尚 双手一松 布袋掉地上 砰 旁边的人说 要怎么样 要放下 接着第二个问题又来了 放下以后 要干什么 布袋和尚 又把他的布袋提起来 拍拍屁股 走了 什么意思啊 你看有智慧的人 一举手一头组 都能点燃人的星光 放下该放下的 提起该提起 什么是该放下的 各位朋友 什么是该放下的 妄想分别执着 自私自利 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 坦诚吃满 该提起的是什么 慈悲为本 该提起的是家人的需要 是社会的需要 是天下的需要 一个修行人 一定要从敦伦净奋下手 不然会落空 自己的家人都爱不了 还要爱别人 很难 连父母都爱不了 要爱别人 太困难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这被德 违背德行 因为父母有 怀胎 生育 养育之恩 还有教育之恩 这么大恩德的人都爱不了 还去爱别人 违背 自然的德行 所以我们要学圣教 首先 从入者效忠 首先从尽本分 去落实 你落实一分 跟圣贤的存心 你就接近一分 慢慢的 你就契入 圣贤 佛菩萨的境界 好 所以 摄氏温 我们想到了 布袋和尚 那诸位朋友 今天回去以后 要照照镜子 要练习练习 献血献脉 照镜子要照到什么时候 才走出来 照到自己看了都很欢喜 才可以走出来 不然出来会吓人 吓人就没有无微不失了 所以 脸上无称 不只是做到了广修共养 还做到了无微不失 有没有 我记得 我在考高雄的学校 高雄县 我跟我的同学说 我考高雄县 不是到弥陀 就是到观音 因为高雄县有弥陀国小 又有观音国小 结果我妈妈是弥陀人 我说妈 这辈子你可要回家 一语酸关 回哪个家 回弥陀的本家 跟父母 互相切磋 当法眷属 很有味道 很有味道 他终究是你的父母 你讲话要 疑无色 柔无神 见不入 月复见 那时候我 谈了那场 恋爱 我妈妈不是说 几个月下来 掉的眼泪 比二三十年还多 真是很愚痴 那时候我没学地词 不知道 身有上 疑情有 你在那里掉眼泪 妈妈在旁边 比你还伤心 哎呦 我捏拔了二十多年的孩子 怎么这么傻 后来这件事情 经历以后 因为在这个过程 我情绪比较低落 我会把一些话 跟我妈妈讲 我妈妈都在一旁陪我 雨过天晴之后 我就问我妈 说妈 那时候我哭得这么伤心 你怎么都没有情绪 没有掉眼泪 我妈妈说 假如我也陪你哭 不就乱成一团吗 哇 你看 妈妈真伟大 为了孩子 她什么都可以克服 本来应该是陪着哭一场 但是她提醒自己 不能乱 我乱了 儿子会更乱 所以你看她的状态这么好 完全不为所动 所以那场恋爱没有白坦 谈了以后终于明白 谁才是真正爱我的人 自始至终 你侧头侧尾 就是一个人最爱你 她时时刻刻想着 怎么样做才是对你最好 就是妈妈 人体会到妈妈的爱的人 你才会知道如何去爱人 那后来我走入佛门 常常跟我妈妈会互相切磋 她都会常常取笑 哎呀 你看你那一段路 掉了这么多眼泪 像我都不会 我妈妈这一辈子 情观相当冷静 相亲 像了一大堆都不要 跟我爸爸 交往了一段时间 我爷爷说 你要嫁谁 他说要嫁这一个人 我外公说你别嫁这个人 为什么 他是长子 又很穷 家里兄弟姐妹还在念书 还要他去负担 公公婆婆 公公又刚好身体不舒服 又不赚钱 全家的担子在谁肩上 在这个长子身上 结果他现在又去读大学 你嫁过去以后 是什么情况 我分析给你听 你看我外公分析的准不准 很准 过去以后 早上要起来煮早餐 然后马上又要赶到学校去教书 然后又要照顾好几个小孩 哇 那可累人了 但是我妈妈呢 坚持要嫁给我爸爸 因为我妈妈是四十名 听是中 看父亲的言行 父亲的为人态度 可以感受很正直 很老实 又很孝顺 这个赌注压了吧 这个人生是苦尽甘来的人生 我母亲退休已经十年了 因为年轻的时候 对这个家族付出那么多 到了晚年 公公也好 婆婆也好 小淑小姑 对他怎么样 很恭敬啊 人不要怕付出 吃亏就是占便宜 因为这么刻苦耐劳 给谁当榜样 给孩子 所以孩子不会好吃懒做 孩子会很努力工作 所以他孩子无忧了 中晚年福报现前 退休都十年了 退休都十年了 可以每天 遭迷陀 募迷陀 每天可以念佛 可以游山玩水 多好 结果我妈妈都笑 我就跟我妈妈讲 人生 每一个人的考题不一样 我的考题就是这一段 男女的执着感情 现在已经被一句经文敲醒了 人在爱遇之中 独生独死 独去独来 苦乐自当 无有待者 哪有人明白这个真相了 还在那里受苦 那不叫自讨苦失吗 那不叫做见自己 不然叫什么 所以真的呢 那一句经文我读明白以后 本来还在掉眼泪 突然就止住了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流 为这种执着掉的泪 真的 人一明白道理 你绝对不干那种 害人害己的事情 那我就跟我母亲讲 修行就要从最难的地方下手 各位朋友 对不对 那你们最难的在哪里 心里要有数 我就跟我妈妈讲 你看 我们这一生闻到佛法 闻到念佛 欢喜接受 其实我讲话很贼的 我都是请君入翁 我妈妈一听 对啊 你看我听到念佛 就很相信 法喜充满 我接着跟我妈说 妈 我们都不是这一辈子 才闻到念佛法 可是为什么 我们两个还在这里 不知回头呢 还在这里沉沦 一定是还有东西 把我们拉住 我已经知道谁把我拉住了 就是执着的情感 妈 那什么东西把你拉住了 你这辈子不能再被拉了 我妈妈看着我笑了一下 这个时候要点到为止 这是讲话的艺术哦 这个时候你还要不要说 妈 你最放不下的就是我啦 哎呀 那讲话还没有 那种点到为止 恰到好处 余音 特别浓 相信 这一句 妈 你最放不下的是什么 可能在我妈妈的脑海里绕了好多天 后来 我到海口去 去以前 我都跟我妈妈 先做好心理准备 在两三年前 我就跟我妈讲 妈 这个政法这么好 你跟儿子这么幸运都闻到了 所以啊 你要把你儿子捐出来 让更多人受益 我妈妈一听都在那里笑 没有回答 真的两三年之后 儿子要出门了 我妈妈一点 这个不适应都没有 还是她劝我爸爸 哎 另有安排 另有安排 因为我爸爸陪我考试考了 从头考到尾 各个有希望 各个都失望 我爸爸考的 最后一次放榜 我说爸 你别去看了 我实在不忍心让你去看 是我妈妈劝我爸爸 后来我从海口第一次回来 一进门 我跟我妈妈讲 妈 你的修养真好 你修行功夫最近很得力 我妈妈一头雾水 我接着跟她说 我在海口这几个月啊 心里都没有挂碍 你一定都没有烦恼我的事 我妈妈听了之后 有点成就感 对啊 教妈妈放下 当下 当下要努力啊 不是等临终啊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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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